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有財經雜誌曾經這樣預告過 說這一波的歐債危機 比當年的雷曼風暴還嚴重12倍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會比當年的金融風暴還要恐怖 那麼在今年 龍年 其實你覺得這個是危言聳聽 還是說這個歐債要怎麼來觀察呢 可能台灣投資人一般人會覺得說 歐債感覺天高皇帝 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其實還是有影響 但是可能沒那麼恐怖啦 因為我想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個上一次破金融海嘯的時候 內外都失衡嘛 大家連吃管子都覺得 好像每個管子都沒有人 包括我記得那時候開車出去 有一次開在基隆路上發現 怎麼前面一百公尺 竟然沒有一部車子 自己都嚇一跳 這麼冷心情 游價漲到一百五十塊 我第一次看到說 哇塞 基隆路可以開這麼快的 開到八十公里 所以但是這次顯然不是啦 這次我們看到 包括過年大家出去玩 都還是敢去玩 敢去吃飯 所以第一個 它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它有沒有影響性 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歐債 歐債對台灣的基本影響 不是對台灣直接影響 而是它是 其實歐洲是 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國 它佔三分之一是出口到歐洲去 很多台商在大陸 做很多生產事業 如果歐洲不好的話 相對它對歐洲出口減退 那對台灣的整個需求又下降 所以我們看到 11月 12月開始 台灣整個景氣有出口的景氣在衰退 所以是透過這個層次來影響台灣 反而不是像金融業 金融業其實也不太買歐債 這些東西倒沒有影響到 但是我們的生產事業 確實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二 三 四月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 一月份 大家歐債講了半天 大家慢慢麻痹掉 其實現在才真的要開始面對問題 因為二月份 單單義大利就有 650幾億的這歐債到期 它必須發新的債務 那我們看的問題是說 因為歐債這幾個國家 都不敢真的解決問題 希臘到底要怎麼解決 葡萄牙這麼大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所以他們在這邊拖拖世界 那會讓整個歐洲晶體 萎縮得很厲害 這萎縮得很厲害 還好美國強一點 所以我們在二 三 四月 才是真的要面臨這個歐債問題的最大衝擊 到底將近七 八百億的歐債到期 到底歐洲有沒有能力處理 而且這是二月份 三月 四月還有 所以我們來看說這個時間 歐債的影響力是這個月 才真正的出現 之前都是所謂的小冰塊 說鐵達尼號 歐洲是鐵達尼號 它碰到的小冰塊 三 五 十億可以解決 現在是真的大冰塊 在二 三 四 六 月發生 如果通得過的話 整個經濟的前景 才會看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投資人在今年 還是要有相當的戒心 因為歐洲當大家 你覺得麻痹掉的時候 事實上最麻煩的時間 才正在開始而已 是 玉政你的提醒 歐債對臺灣的影響 其實我剛剛就講到說 在年後開紅盤 大家感覺像好像氣勢如虹 漲了一百多點上來 可是大概也就是到了 所謂的七千七千八左右 其實很多人會擔心 就是說時間也到了 進入二月份 剛齊志哥所提到的 歐債的一個風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說當然就是 第一季末的時候 這個問題一定會造成股市回檔 接下來我覺得在第二季的時候 可能大家要觀察的是 今年其實還有很多人擔心 類似像日本的去年的 311的海嘯事件 然後泰國的這些水患 對 所以今年其實大家講說 2012年的12月12日的 什麼事件末日什麼 瑪雅文化裡頭的 這樣的一個警示 它的危機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可以 大家應該不要過度的樂觀 覺得說看到這一陣子的 這個盤面 覺得好像是一路的 就是飛龍在天 所以我建議大家是說 最近大家可以比較 常常去走動觀察 我覺得除了剛剛 齊志哥所提到的 出口的一個數字之外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所謂的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如果消費者信心指數 就是說你現在手上有錢 有錢人你也捨不得花 你也不敢花 消費者信心指數在下滑的時候 我覺得景氣是還是沒有回升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幾個數據做觀察 因為最近大家看到是GDP明顯的下修 然後景氣的燈號也下來變成藍燈了 藍燈大家在觀察的時候是說 如果它轉換成黃藍燈 那要指數連續往上走 就是說大概走三個月 那這樣的話才會有復甦的一個跡象 那再加上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加強的 是正分的 那這樣子的話才表示景氣好轉 所以我覺得說今年到現在 然後上半年甚至Q1的季末的時候 我覺得是比較值得警惕的 那當然這也是危機入市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是 好 今天專家的理財提醒 您都記清楚了嗎 無論你最後選擇是哪一種投資方式 你要記得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你一定要仔細評估之後再出手 也希望您看完今天的節目 在龍年這新的一年 正財偏財隆重來 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到節目當中 也感謝你的收看 下個星期請您持續鎖定 新聞大追擊 我們再會 請客 下個星期會 Shouty 阿楊 帥 有意見 有意見 ? 吝灯 va 一